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清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不可否认,清朝是一个失败的王朝 但纵观历史,清朝又是一个标准的古典帝国 是历朝历代中的佼佼者 清朝,一个特殊的朝代 那么,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清朝人 不同阶层云云众生 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清朝是一个极盛时期 拥有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疆域的超级帝国 当时,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 一提到清朝 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拿它和清宫影视剧做对照 认为电影视剧里演的就是真实的清朝 其实这种认识是有被史实的 下面这些图片 或许能让你对清朝有全新的认识 1903年,北京城的冬天特别冷 慈禧太后对身边的人说 我想去看雪了 一场大雪,让颐和园披上了银桩 皇家园林里的雪景美如画 慈禧身披棉袍站在散下 脸上却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愁容 八国联军的阴影仍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大清国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一名官员正准备出行 四名教夫抬着一顶轿子在门前等候 照片拍摄于1885年 在清朝时期 八台大教室最高等级的官教 所有在京的文武官员均不能使用 三品以上的官员才使用四台大教 三品以下的官员使用两台大教 照片中这名官员应该不低于三品 这张照片不是影视剧照 而是真实的清宫嫔妃合影照片 有些人觉得很诧异 清朝人的服饰不是很丑的吗 这张照片里的几名女子 看上去还可以啊 容貌端庄 服装也得体 其实 这是满汉不同民族审美存在差异导致的 另外 清朝官府的变化 是制度和技术的进步下的必然 1900年 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 是民国时期中国法学教育最强的两所学校之一 另一所大学叫朝阳大学 素有北朝阳 南东吴之称 1900年7月14日 联军没遇像样的抵抗就占领天津 随后 联军对天津城实行分区占领 美国士兵占据了天津南门 照片中 几名美国士兵 一身牛仔装扮 鹤枪实弹把守在城门口 城门历经战火 残破不堪 1900年 两名日本士兵 用绳子绑的一名义和团士兵 从天津街头走过 前往日军大营 照片中的日军露出猥琐的笑容 而这名清军俘虏毫不畏惧 誓死如归 清朝末年 位于福建永春县的大清邮政局 在柜台的上面 写着大清邮政代办分局几个大字 几名工作人员站在柜台后面 很明显 左边的是领班和顾问 右边的是保安和临时工保洁员 这是清朝时期的两名壮友 他们身上穿着军装 胸前的圆形台子上 写着壮永二字 这身装扮 把他们瘦弱的身材暴露无遗 一名壮永扛着一把土枪 腰胯一把刀 另一面壮永肩上扛着一柄宝剑 有这样的装备 看似勇武 其实不堪一击 1900年北京郊外 一名女子带着孩子从城墙前经过 这是一名奇人女子 身上穿着浅色的旗袍 带着齐头 你还别说 她的长相很像是一个名人 当时她手里拿着树枝 她的孩子也拿着树枝和青草 背景里 城墙上突出的敌台十分高大 清朝末年 清政府派出使臣出访欧洲 学习西方宪政 来自天朝上国的官员 各个气宇宣昂 派头十足 欧洲人普遍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东方的压迫感 要想将清朝理解得十分透彻 单靠这些照片是很难讲述清楚的 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清朝 不过 透过这些照片 我们也能感悟到点什么出来 清朝时期 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 他们是怎样谋生的呢 这部 在北京一个胡同里 一名小贩正坐在一户人家门口 他面前摆满了各种老物件 原来 他是一名收购文物的小贩 两个男子 拿出自己家里的瓶瓶罐罐 让他鉴定价值几何 这场面 和现在电视上专家健保节目很类似 这是一对年轻夫妻 两人来到照相馆拍照 在镜头前 男子侧躺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妻子的手绢 摆出一副很妖娆的动作 看得出 这个丈夫也是个富有情调的人 而他的妻子则正经为作 还摆出男子才有的敲二郎腿动作 两人的反串 让画面有了灰鞋感 这样的摆拍 应该是摄影师故意而为之 清朝末年 在江南贡院里的号棚里 一名男子正在埋头答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这名考生吃住和考试都要在这间号棚里 直到完成考试 贡院是古代会式的考场 即开科取式的地方 江南贡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 最为出名 十年寒窗 一招定乾坤 这场面和现在的高考很类似 1901年 福建 在一个村子路口 一名男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的儿子坐在地上 摸着脸嚎啕大哭 原来 这名男子前天晚上没有回家 家人没有在意 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在村口发现了他的遗体 推测是被人陷害 围观群众无不唏嘘感叹 这一幕真让人痛心 这是一张画像 画的是清朝乾隆时全城和珅 画像中的和珅 看上去没清目秀 很俊朗 这和我们印象中的 肥头大耳的和中堂不太一样 影视剧毕竟含有艺术夸张成分在里面 史书上记载 和珅是个美男子 而这张画像和真实的和珅是比较接近的 这是清朝时期皇宫中选秀女的景象 十几个小女孩站在宫门口 参加三年一次的秀女大选 她们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写有名字的补条 挑选秀女的目的 也就是为皇帝做妃嫔 或为亲王王子指昏 俗话说一路皇宫深四海 很多女孩的下场都不怎么好 清朝时期 很多家境殷实的女子 都配有贴身丫鬟 她们会随着主人出嫁 到了南方家里 她们就成为了通房丫头 不过 她们的地位要比普通丫头高一些 不用从事繁重的劳动 要时刻照护好夫妻二人的生活起居 随叫随到 照片中的小女孩 看上去很可怜 清朝末年 广东扬江 兄弟四人在一起合影 她们长得很像 她们出身乡身家庭 家境富裕 坐在椅子上的两个人 手里分别拿着团扇和羽毛扇 站在后面的两个人 表情各异 这是乡下农村景象 一家三口正在房子前面 与上途相比 她们过得太清贫了 孩子瘦得皮包骨头 她的母亲生病 面部发生了水肿 眼睛几乎睁不开了 站在她身后的是她的丈夫 面对这样的家庭现状 这名男子也无可奈何 清朝末年 在一处小街道上 一户人家的院墙上 伸出一根木棍 在管子上悬挂着 很多气球一样的东西 圆滚滚的 一名老者拎着中药包 从街上走过 原来 棍子上悬挂的不是气球 而是猪衰跑 这户人家将猪衰跑晒干 就是很好的一位中药 据说能治疗儿童尿床 1905年 山东滋博 街边有很多小吃摊 几张桌子 几条板凳 各种美食的香味扑鼻而来 感激的人们 坐在街边摊上享受美食 炉灶上的锅里 还冒着热气 这画面 真实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是啊 谁能想到 现在火出圈的滋博烧烤 在一百多年前都已经很出名了 清朝时期 两名罪犯被牙医带出牢房 照片里的他们 看上去海神年轻 但是身上却骨瘦如柴 脖子上戴着铁锁链 脚踝上也套着沉重的脚料 看得出 这是两名重刑犯 照片中 这两名牙医压戒罪犯 前往公堂受审 在一条小街上 走来一个马帮 马匹身上绑着沉重的货物 马夫跟在旁边 他们长途跋涉 将货物运送到遥远的目的地 人和马匹都很辛苦 这和现在的物流很相似 后宇 清朝 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我们评价一个朝代 应该更多的应是横向对比 而不是纵向对比 通过回看清朝人不同阶层 云云众生的生活场景 我们似乎能感悟到一些东西 那么 在你眼里 你是怎样定义清朝的呢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